曾经宏极一时的武打巨星 有独被刀王之称的王宇 在这个今天凌晨过世享受80岁 不过回顾他的这一生 真的也是有够精彩的 他大概是演过超过60部的这个武侠电影 出身香港的影坛 而且据说他的地位呢 比李小龙 比陈龙 还要这个更具有这个影响力 甚至呢在670年代的时候呢 王宇他所这个主演电影 他不但片酬是最高的明星 而且他主演电影都是票房最好的 堪称呢是当代的这个武侠首席小生 可惜问一下学伟了 这样的这个大明星 竟然曾经让政府一度觉得他非常头痛啊 其实这几年有没有演艺圈 不管中海内外各个国家 很多那个演艺界的一些大佬 然后具指标性的人物 都纷纷过世 那当然台湾今天凌晨传出来 这个一代的武侠大侠 独被刀王宇他也过世 其实王宇这几年 一直因为脑中风开脑开了两只 一直是身体都不大好 那没想到他今天过世 那其实王宇 刚才又齐一开场也想过 他在李小龙还没走红之前 有没有 是整个香港片酬最高的武打明星 而且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的电影 剧剧都是什么 拍卖都是 卖出来都是票房最高纪录 你知道吗 而且二零一九年 他还得了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 你看 所以对台湾的影视跟香港影视贡献 是很大的 好那可是你知道吗 虽然王宇他在影电影的那个 那个角色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 很辉煌 很多故事性 对不对 可是他现实生活中 不遑多浪 你知道吗 而且他年轻的时候 哎 更是搞过很多事情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 他一九八零年的时候 有没有 四海邦有个刘伟民 这也是那种大哥 跟大保陈永和是 地位相当的 这刘伟民开了一个赌场 你也知道说 我现在开赌场 对不对 哪一间赌场 不是都冲轎 拨拍轎 对不对 问题是我开赌场的话 总要有人来捧场嘛 他找谁捧场 找王宇 王宇 卡定位 来说 稍微捧场 这个新赌场开张 来稍给他捧个人场 好那王宇去 当然 那个一赌 当然是输嘛 都拨拍轎 王宇的阿萨利 对不对 他一下子就输了一百万 就来捧场了嘛 对捧场 就当场就把赞给洁青 一百万就付了嘛 对不对 就走了没事 可是在刘伟民看来 哇 这个肥羊 肥羊 一百万 眉毛都不皱一下 对不对 而且马上就拿出来 现金交付 他过几天就打电话 叫王宇 那这这些生意不大好嘛 再来捧捧场嘛 对不对 那王宇就想说 嗯 你也把他捧场 对不对 我第一场已经捧你的场了 对 你现在天天叫我来 这个都拨拍轎 对不对 问题是刘伟民不放过他 天天打电话 打到最后 他就干脆不接他电话 不接电话怎么办 你知道那一阵子 台北市也出现很多资安问题 王宇住的豪宅 门口常常被破立青 泼那个什么狗血 什么东西 就是故意有人去滋饶就对 不捧场也不行 对 那刘伟民就想说 好你不来 我总要给你一点教训 这个教训就大点了 为什么 1987年王宇在天竹餐厅 他就开了一个宴客 摆了一个宴席 就请他一些好朋友来 来的时候 刘伟民竟然派了五个手下 还有包括刘铁球 这个红云集团那个刘铁球 他们就去埋伏 这次给你试 给你一点教训好了 是当宴客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些小弟就冲进去 哇那开山刀 扁钻什么东西 全部都拿出来 就对着王宇身上开始招呼嘛 王宇那个时候随身 他是什么 带着那个掌心雷手枪 对不对 可是他一拔出来 还来不及开枪 就被砍了 对因为人多 马上冲上去 一怪 哇那看着你抓牆 刀更砍得更不留手了 那是一定 所以王宇虽然他功夫很好 从小学什么空手道什么东西 对不对 卡手伸手不错 是真的有伸手的 对那虽然不错的话 可是这么多人 围他一个 他也跑不掉 最后来他跑了 伸中七刀 你知道吗 中了七刀 跑去庆生病院 庆生黑道急救站 他在里面住了八天 他就担心说 这个刘衍敏 会不会不爽的时候 趁人家我要出院的时候 再来一次 所以他八天 上次都还没好的时候 他就赶快办出院 跑回家了 那跑回家怎么办 他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那时候他就真的是 拜托了那个什么 竹联邦的那个陈其里 他就跟陈其里讲说 真的拜托 他这口气怎么都咽不下去 而且那时候陈其里 刚好要发展影视 往影视圈发展 跟吴敦两个人 要从影视业开始 所以他讲说 好吧 那我帮你 你刚好王宇来 帮我拍几部戏 帮我把这个电影公司的名号 给打响起来 他就答应他 可以 我帮你召开什么 帮帮帮大会 鱼帮水帮鱼 把所有的那个帮派干部都找来说 我们怎样帮王宇出去 要怎么出去 王宇当场讲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傻眼了 为什么 他说都被砍七刀 对不对 我要用江湖规矩要回来 对不对 三刀六言 七刀要十四言 那时候陈其里就面有蓝色的 跟他讲说 我砍对方十四刀 是不难 可是十四刀还不把对方砍死的话 这就有点技术性 对不对 那个时候他就怎么办 原来是这个难 嘴巴都已经答应人家 除了那个陈其里讲的 开口了 当然答应他嘛 对不对 所以好了就派人 就派了他们竹联邦里面的杀手 就开始去找流铁球 你知道埋伏了三个月 也终于把流铁球砍了十四刀 回来之后 还没有伤人性命 终于把这件事情给摆平了 那可是你知道吗 从那个姓花格大酒家 一直接下来 这个这个四海邦 添除餐厅的这件事情 竹联跟四海 几乎已经杠上了 对不对 筹结定了 这两个虽然都是外省挂的 对不对 可是你要把四海邦 有那个什么穿皮鞋的支撑 竹联邦有穿草鞋支撑 就是因为地位不平均 因为那个四海邦 全部都权贵的小孩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什么没有 钱多 就开始招兵买马 你知道吗 哇那买了很多武器来干什么 那竹联邦怎样 凭的一股汗劲 对不对 我该跟你杀的就跟你杀嘛 对不对 这个案子之后 不是警方在侦办吗 对办了之后 就开始要开庭要准理 那时候开庭准理 就开始在法庭大厦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庭大厦里面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大保陈永和 有没有 就是四海邦的那个大哥 他就找了一个人 这个人我说实在话 当初这个中间人叫刘台生 他是非英邦的 也不知道他是自告奋勇 还是怎么样 你跟这两个邦派都没有渊源 而且也不是很重量级的人物 你竟然跑出来当中间人 要瞧王宇的事情派个小卡 他出来瞧事情这样 所以那天开庭的时候 那个刘台生就去了 而且去更夸张 你知道门口全部都是四海邦的帮众 满满的就在叫嚣呢 就是把王宇给杀了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陈吉里也担心有事情 对不对 所以他就找了几个人啊 包括那个夭夭黄绍成 他们那几个 就去帮保护那个王宇 你不要开庭的时候出了什么事情 还有那个陈志 陈志也是当时主联邦杀手 就带他们几个人 带着王宇去开庭 那要进去之前呢 因为他是王宇那个时候是证人 他去作证 因为他被杀 所以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 这个刘台生没事就拍着他肩膀一下 还在耳边就故意讲了一句话说 做人不要太绝把这句话给我记得 哇那时候王宇怎么听了 说你公然恐吓我 对他就像后面的陈志跟黄绍辰 他们就死了个眼色对不对 他就进去 进去之后这四个人看着刘台生要走 他就上去就把他架住说 哎我们到车上谈一谈吧对不对 哇那个在法庭里面当场压人 你有没有看到 太嚣张了 那个刘台生当然这都看在视野拍 看面当然就赶快跑比较微妙 哪知道跑不跑还好 一跑他要往警卫室跑的时候 法警室跑的时候 这四个人从当局在法警室门口 压在地上刀子抽出来 直接就开始掉了你知道 就在台北地院的法庭 那个法警室门口 就开始这样杀杀杀杀杀 杀到最后怎么办 哎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处理 其实王宇没事 他是教说竟然判到最后竟然没事 他竟然最后无罪 对反而这几个陈志 黄绍成他们那几个被抓去关 你知道吗 后来啊 黄绍成是有点不满 他曾经有讲过 他说王宇事后包了两万块 红包给他 他说我被抓去关两年 一年一万 你开玩笑嘛 后来王宇有对这件事情 又提出一些解释 他说有啦 他拿了一千万 要让这些人当安家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钱 没有到这几个人手上